八宝烤鸭是郭师傅的拿手招牌菜 选用古屋喂养的北京白鸭 将鸭子放入沸水中做个全身SPA 再用麦芽糖水给鸭身打色 放入风干房内风干12小时 冷冻48小时 鸭子放入提前3小时预热260度的炉火中烤制 烤鸭好吃的关键在于 郭师傅会通过他的火眼金睛 根据烤鸭情况在火上聊 这样可以保证鸭肉的酥而不腻 将烤鸭片成一块块薄片 再配上现烤的空心芝麻烧饼 鸭肉加入其中外酥里嫩 吃上一口齿颊留香 给个热巴都不换 真爱了 头脑是太原流传300多年的传统小吃 刘师傅做头脑已经有35年了 将蒸熟的面粉倒入羊肉汤底 小火熬煮不断温柔地搅拌 再加黄酒直至汤熟 取提前煮熟的三块羊肉 三块山药 三片莲菜倒入面糊 用腌韭菜为引 头脑口味清淡 配着82年的黄酒和羊肉烧麦 实在是美味大补 吃得一身热乎乎 你也赶紧补一补